德川家康 德川家不惜接受知田信长的命令 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和正式夫人等等 诸如此类的经历自然给人留下了他长期忍受屈辱 最终媳妇儿熬成婆的印象 实际上德川家康长期臣服于比他更强大的大名 甚至为了保全本家而杀掉妻儿 绝不简单因为他有着忍耐的性格 还有着诸多内外因素 德川家康为何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 最终取得辉煌的政治成就呢 他不同于普通人的超凡才能又体现在何处 德川家康原姓松平 出身三合国豪族 在他出生前祖父松平清康曾一度统一了三合国 松平清康是被誉为活到30岁就能得到天下的名价 在与松平家死敌郡和国金川伟张国芝田两家的战争中多次得胜 可惜25岁就被家臣暗杀了 清康死后 松平家的势力迅速衰落 芝田家也加紧了对松平家的攻势 为了保住本家的基业 清康之子松平广中只能向金川家的家都金川一元求援 金川一元答应给予支援 但提出了松平家要提供人质的要求 已经山穷水晶的松平广中 只能将自己的儿子竹千代送往金川家做人质 竹千代是德川家康的辱名 家族蒙难 致使竹千代年今五岁就不得不背井立香 谁知 松平家负责护送竹千代之人与芝田家内通 在半路上将竹千代送到了芝田家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年幼的竹千代结识了当时芝田家家都 芝田信秀之子吉法师 并建立了友谊 吉法师及日后的芝田信长 其后 芝田家与金川家为争夺三合国的控制权 爆发了小豆百合战 金川家不但大获全胜还升勤了芝田信秀的树长子芝田信广 在金川议员的军师太原雪寨的安排下 金川家用芝田信广换回了竹千代 从此 颠沛流离的竹千代开始了在金川家的人质生涯 可是成为人之后的竹千代并未给松平家带来期望中的稳定 和父亲一样 松平广中也死于家臣之首 此时只有24岁 松平家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金川议员借机派大将朝比奈太能接管松平家的主城 岗崎城 至此 松平家已经名存是亡 然而 松平家的家臣们并没有放弃复兴主家的希望 留守岗崎城的松平众家臣想方设法要迎回幼主 而这一时期的竹千代虽然年幼 却已表现出了一位战国豪强所应具备的强硬作风 一次狩猎时 家臣之子鸟居炎又为门把竹千代训养的鹰弄丢了 竹千代大怒把燕幼卫门打倒在地 并把他的头按在了地上 行为虽然暴行 却让松平家臣们认定 这位幼主并不是其父广中那样的懦弱之人 倒是颇有祖父清康的风范 从竹千代身上 松平家臣们看到了久违的血性 看到了光复本家的希望 不仅松平家臣 随着竹千代年龄增长 金川家的家臣 也开始对这位松平家的幼主另眼相看 特别是金川议员的军师太原雪斋 看出了竹千代并非寻常角色 甚至撮合了竹千代 与金川议员外甥女的婚事 以此加固松平家与金川家的关系 要知道 金川家本想借接管刚齐城的机会 彻底瓦解到松平家 可看到忠心耿耿的松平家臣 以及竹千代的表现 认识到松平家势力有存且不以虚从 只能转而拉拢 金川家对待松平家态度的转变 给了竹千代复兴祖业的机会 如果他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懦弱少年 或者是不堪大任的将领 恐怕是不可能让松平家起死回生的 那么身为人质的竹千代 将如何从金川家脱身 又如何带领松平家走向复兴呢 竹千代成年后 先改名为松平元信 而后 松平元信将名字中的信 改为祖父金康的康 视为松平元康 从这次改名 也能看出 他对祖父曾经辉煌的追思与向往 原本依附于金川家的松平家旧臣 重新聚拢到了袁康身边 松平家的势力逐渐复兴 再次独立 已只是个时间问题 正巧 金川议员在率军进攻伟张国 芝田家的统侠兼合战中 被芝田家年轻的新加多 芝田信长阵战军队大败 金川家实力遭受重创 对三合国的统治力一落千丈 松平元康趁机回到钢崎城 脱离金川家真正实现了独立 宣布独立后 松平元康摒弃了名字中 从金川议员那里取来的原字 改名为家康 又获得朝廷的允许 把姓改成了德川 成为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这么做 不仅与老东家金川家翻脸 而且还面临着芝田家的威胁 形势非常严峻 就在此时 本该是敌人的芝田信长 突然向家康提出结盟 家康应邀到青州城与信长会面 芝田德川两家随即 结成了青州同盟 成为盟友 在毁约破盟 如同家常便饭的日本战国时代 青州同盟是少有的贯彻始终的军事同盟 在后世记载和研究中 一般都把青州同盟 地级的原因归结于 芝田信长和德川家康 幼年时期的友谊 以及芝田信长的战略天赋 实际上 能够被信长看中 唯以东面之势 也与家康本人的能力和作风 有很大关系 在统辖监合战中 德川家康作为金川军的先锋 率领德川家的军队 攻陷了芝田家防卫前上 丸根宅 并阵斩芝田家大将 左九坚胜众 这次战斗 给芝田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三合武士 所拥有的强劲战力 以及他们的新领袖 家康的魄力 都让他刮目相看 同时 信长也认识到 家康正是血气方刚之职 德川家 又是折服十余年后 刚刚独立 士气正旺 若与之硬拼 不仅难免两败俱伤 纠缠不休 对自身的发展也不利 因而选择了和家康结盟 因此 在与信长作战时 表现出的强硬 是家康能够获得 信长这个盟友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 德川家康主要的性格特点 就是强硬 这样的性格 在他一生中的各个时期 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战国时代 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时代 身为家族领袖 没有赢得战争的能力 就无法赢得家臣和盟友们的信任和尊重 可以说 强硬是每一个成功的战国大名 必备的性格特点 结盟之后 知田信长将三合国以东 全部交给了家康负责 自己则全力向西边进军 最终成为天下霸主 家康也在解除后顾之忧后 统一了三合国 并与贾匪国的武田家联手 消灭了金川家 占领了远江国 成为拥有远江三合两国的战国大名 完成了祖辈 未能企及的工业 青州同盟 让德川家康摆脱了四面受敌的状态 使他得以向东 不断扩张领土 更重要的是 这一同盟 还让他成为知田信长最重要的盟友 从而参与到了未来 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区的 知田五家政权的创建过程之中 为自己夺取天下 打开了通道 节目期间 德川知田两家 在两个方向上协同作战 一方面 在京都周边 对付前景朝仓两家 德川知田联军 与前景朝仓联军之间的紫川合战 是德川家第一次在三合国之外的地方 参加的大规模会战 其优异的表现 让德川家康及其三合家臣团 获得了知田信长的认可 另一方面 是向东 对付武田家 当时 知田信长发展迅速 引起了诸多大明的恐慌 这些大明联手组织包围网合力进攻知田家的领地 以军事能力强 闻名于世的武田家也是成员 正当知田信长的主力军队被京都周边敌人牵制时 武田家家都武田信玄趁机率军在东面发动进攻 为了阻止武田信玄的上落行动 德川家康倾全军之力 与武田家展开了三方缘合战 分身伐术的信长 只派出了部将佐久兼信盛率领三千人协助作战 这支小部队还因主将信盛毫无斗志 而根本没有权力参战 三方缘之战 面对强大的武田军 德川军虽然战败 但拖延了武田的进军速度 为信长打破包围网赢得了时间 武田信玄还在围攻德川家的过程中死去 这些都对信长能够统一日本中部有着重大的意义 虽然此后 知田家的势力在西边迅速增强 德川家在东边因为受到武田家压制而发展有限 可凭借在历次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家康仍被信长视为与自己地位平等的盟友 和夺取天下过程中最重要的帮手 而非与柴秀及明智光秀那样的加成 不过一场波及全日本的变故将德川家康的命运迅速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知田信长在打破两次包围网后势力如日中天 原先的敌人 朝仓 前景 武田等家全都失败覆灭 但随后发生的本能寺之变 却成了日本战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知田信长在这场兵变中死 使了自己布下明智光秀的手中 在霸业江城之际刻然尝试 对德川家康来说 这一事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本能寺之变发生时 家康正在大阪附近的界游览 听闻信长遇害后 正知嗅觉敏锐的家康立即决定返回领地 可是京都附近已经陷入了大混乱之中 家康返回的时间被延误了 结果 等到家康调集军队准备征讨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已经被知田家重臣与财秀级消灭了 本能寺之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 是许多新进纳入知田家势力范围的领地出现了动大 特别是武田家的旧领 贾匪 信农 上野等国更是蠢蠢欲动 贾匪 信农与德川家的领地相邻 又被上山 北条等强大的大明集鱼 这让德川家的周边形势突然变得异常复杂 在少年时代和青州同盟时期 德川家是靠强硬有为而利于乱世 而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 德川家康就不能再凭一时血气之勇 而必须在做出决定前再三权衡 从这时起 他开始变成了一个谨慎稳重的决策者 本能四肢变后 以替知田信长报仇为名进军京都 进而继承信长的统治地位 这是信长的部将和盟友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可此时 宇柴秀吉抢先一步已经得手 再向京都进军也已失去意义 因此 家康果断决定调整方向 转而开始争夺武田家的旧岭 尽可能在知田信长死后这段大乱时期 为自己捞足好处 当时 关东北条家在争夺武田旧岭的竞争中 占据了先机 先驱逐了镇守上野国的信长部将龙川一役 又占领了贾匪 信农的大部分地区 德川家与北条家原本关系和睦 基本属于同一阵营 没有战略上的冲突 另外 北条家的北条世归与德川家康 都曾在金川家做过人质 两人在少年时期就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但在争夺武田旧岭的问题上 德川家康还是决定与北条一战 因为此前 他实际上已经为日后向甲斐 信农方向拓展势力做了一些准备 如今 将这些领地拱手让与北条 便会导致此前的努力前功尽弃 在战略层面上 宇柴秀姬已然取代支田信长 成为晋姬美农地区的霸主 北条家则是关东地区的霸主 如果北条再占据了甲斐信农 德川家就会面临被两大强国包围的态势 因此 德川家康必须赶在北条 在甲斐信农立足卫稳之时将其击退 由于北条军已在甲信地区占据优势 德川家康一方面派出自己的部将 占据甲斐国重镇新府城 一方面 为武田旧臣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武田旧臣凭借熟悉地形和善于野战的优势 对北条军进行袭击 北条家在不断的袭扰之下 难以在甲信立足 又担心被另一敌人佐竹家从背后袭击 因此与德川家达成合一 合一划分了两家的势力范围 德川家支配甲斐信农二国 北条家则可放手侵占上野国 同时两家还建立了联姻关系 北条家的北条市值 娶德川家康的女儿都基 这次战争史称天正人武之乱 德川家康通过此战确立了自己 对甲斐信农的同志 加之此前已经领有三河 远江 郡河三国 此时他已成为了拥有五国之地的强大大名 可是作为信长继承人的羽柴秀吉 已经将手伸向了德川家康 一场激烈的对决不可避免 在与日本新一代霸主羽柴秀吉的交锋中 德川家康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